这个将军九十岁,娶了十七岁女子,说自己身体棒,引得蒋介石。 虽然在民国时期已经是新社会了,但是旧社会封建时代的一些想法,还是不能一下子转变。 当时有很多包办婚姻,虽然实行了以赴以期制度,但也有不少有权有势的人,娶很多的小妾。 袁世凯本人妻妾就有十名。 那些军阀们,也有不少的妾室,在国民党中有一个上将,他叫做杨森,此人的经历也是非常的传奇,近代很多战争他都有参加过,神奇的就是,他做过很多正义的事情,但也勾结了吴佩服,做了很多破坏革命的坏事。 在抗战时期,川军是非常厉害的一支部队,这个杨森就是四川的一个军阀,此人也非常的长寿,在国军中不少将军都是妻妾成群,其中最多的,当属这个杨森了。 他公开的老婆有十二位,别的地方的情人也有不少,连老蒋都觉得这个部下非常厉害,有一次还去他家里做客,看到一群妇女,就问他是不是都是他的妻子,结果他却回答,自己身体很好,引得老蒋大笑。 这杨森还给自己的妻子们取出了一个称号,叫做杨府十二差。 大老婆和二老婆是通过父母之命,嫁给了杨森,剩下的十个人,全部都是被抢到杨家的。 第一位夫人是杨森的原配妻子姓张,可惜早早就病死了,后来杨森就又娶了一个妻子谈指。 虽然生下了杨家的长子长女,但是因为后来一些美女到杨家之后,她受到了丈夫的冷落,只能一个人守着空屋子。 第三位妾室叫做刘古芳,这个女子命运比较惨,她的父亲是个包工头,因为贪图一些小利益,就把自己的女儿拱手送给了杨。 在抗战的时候,这个女子因为得了费病最终去世了。 第四位叫做田恒修,这个女子本来已经有了婚约,只因杨森喜欢这个女子,就一直在纠缠她,还对田家一直威逼利诱,最后没有办法,只能把女儿嫁给杨森。 但是田府却因为修缓,最后活活气死了。 不过这个恒修非常有本事,因为他们家是做生意的,比教会理财,他也会揣摩人心,得到了杨森的宠爱,有着管理杨家的权利。 可惜后来半身不遂,渐渐的就不受宠爱了,最后也早早就去世了。 杨森还有不少的妾室,不是被他监污就是抢来的,他的最后一位妾室叫做张灵凤,这个女子最可怜,当时她才只有十七岁,而杨森已经有九十岁了。 据说在1977年的时候,杨森还和这个女子亲热,过后就觉得身体不适,检查了才知道得了肺癌。